说到吃 我感觉每个人都可以滔滔不绝 说个不停 其实每个人的家乡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想吃的总归都是家乡的味道 没错 说到这儿我特别关心 太空出差三人组 那这个除夕吃点啥呢 我们来看一看他们除夕会吃啥 我想不光是你关心 估计全国人民都关心 前几天我看到王亚平在一个节目中提到 去年除夕的时候 他们神舟13号成组 在空间站吃到了饺子 而且还是三种馅的 宅志刚是东北人 准备的是酸菜馅的 王亚平是山东人 准备的是霸鱼馅的 那叶光复是四川人 准备的是猪肉大葱馅的 那不知道今年神舟15号成组 他们会开到什么样的盲盒大餐呢 我以为叶光复会吃到回锅肉馅的饺子 看来你很期待 对 悄悄告诉大家 昨天我们的记者提前去打探了一下 据说今年春节 为神舟五航天员准备的有三种主食 十种副食 还有水果和饮料 食品当中包括了熏鱼 糯米莲藕 芝士年糕 当然饺子肯定也少不了 也是有三种馅的 鲍鱼馅的 牛肉馅的 还有猪肉馅的 听着确实特丰富 而且他们三个人可以共同分享到 这么丰盛的美食 那航天员在距离地球400公里外的空间站 能吃到地面科研人员为他们准备的节日大餐 也是很幸福了 嗯